欢迎收看88理财有方 要带给您财富N次方 大家好我是王志玉 今天又是礼拜一 跟上一个礼拜一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台股的走势 上个礼拜一是让人觉得很Monday Blue 但是今天开低走高 感觉很多OTC的个股都在反弹 这个礼拜到底要怎么来看台股呢 待会儿要说给你听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二要介绍就是我们可爱的蔡总 蔡总你好 好 再来介绍就是有明哥 有明哥你好 大家好 大婉 首先我们先赶快来看一看 今天我们的台股刚搭形容所已经不相同 我们来看在雅谷的一个位积 每天都带大家来比较一下在雅谷当中 我们来看上阵 今天好厉害 今天大涨了接近五个百分点 而且是将近两个礼拜来的新高 那么日股呢 今天是上涨0.41% 哇 我们台股在这 通常我们台股都排在最后一个 今天我们来到第三名 台股今天上涨 虽然幅度不高 但是呢 哇 已经见由起色 我们涨了0.29% 再来呢 港股的部分呢 跟南韩股市 今天都是下跌 好 那我们就来赶快看一下 今天呢 在台股的表现 刚提到了今天是开低哦 低点还来到8374点 开低之后翻红走高 最后上涨了24点 收在8466点 三大法人的一个进出状况 今天呢 是小买了8.3亿元 另外呢 在外资期货的部分 我们来看今天 它又加布了空单1293口 那么合计呢 未平仓的空单口数 现在有4818口了 好 那我们看到 这是今天一个台股的走势 但是开低走高 大家觉得 这个信心稍微有回来一点点 但是呢 我们就要赶快请蔡总来 带我们看一下了 我们看到了 这个对于台股 接下来的走势 这个外资哦 之前那个外资哦 就是快要上万点收 大家一直往上喊 一直往上喊 结果现在呢 你看通通都往下修 但是也是稍微有说一些好话 对不对 也不是说台股真的都没有投资价值 对不对 所以外资啊 毕竟也是人啊 这个最高杀低了 现在这个台股呢 应该都没有这个外资呢 再去喊这个1万点的目标价 你看我们列举了以后 是这个野村呢 是比较高的 也不过是9600多点 对 那比较低的是这个美龄证券 它是下调的8800点 是 那这个美龄证券最近呢 是对台股的一些这个个股也好 然后对整个大盘 它都稍微的保守 对 不过呢 虽然它把这个目标价下调到8800点 它补了一个投资价值低估 是 那我觉得好像表面看起来有点矛盾 对 你竟然把整个大盘的目标价调降 那你为什么说投资的价值低估呢 我觉得这个投资价值的低估呢 它可能心目中是在讲个股了 那整个指数的部分呢 它竟然调降 就是对台股这个万点的行情 它已经say no了 say bye bye 对应该是没有了 是 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切入 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 就说这个台股究竟在每个case不一样 以今年来讲 对 是什么是最先行的指标 建议参考这个指标 对 我说台湾毕竟是靠出口 对 所以我们看外销接单出口 那这个是刚发布的台湾企业的出口 只有235亿美金 这个老实讲很差 很差 那YOI是衰退了11.9% 那我们看这条线 对 这条线的话就是我们的出口 我们的出口呢 基本上它已经是到7月份连六黑 就是连续6个月的衰退 那等于今年的2月 6月份我记得也是十几%的衰退 13.9% 我这连续两个月是双位数的衰退 对 这个衰退的这个情况呢 非常的这个明显 那整体来看 这个整个出口已经衰退连六黑了 那会不会第七黑第八黑 不知道 要看这个苹果 看这颗苹果拉货的情况 对 可是这种你看我们这条线 之前也有连六黑过 对不对 那是2012年 可是那个时候跌下来的幅度跌16% 从8,170点跌到6,857点 我们这回万点摔下来差不多了 对 所以我们就要特别拿过去 因为上一次出口连六黑是发生在2012到3到8月 那时候就是内债的话就是开中证所税 对 油电双涨 那外债的话就是欧债的危机 是 所以我们的出口整个下来 但是你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出口 我们看蓝色这个部分 也是连续六个月 但是我们看这个绿色的 红色的部分 是我们的股价指数 对 它从这个8,170点 从这个位置 跌到这个位置 6,800 对 6,800在这里 那这里还有一只脚 是差不多7,000点 对 所以打了两只脚 那当时的跌幅是16% 对 也就是说我们用第一个简单的口诀 出口连六黑就是跌16% 那这一次连六黑了以后 我们目前 因为上个礼拜五有一个低点 8368 也跌掉了16% 所以差不多跌够了对不对 跌够了 那接下来就是要回到了一个 就是说出口不要 又是接下来几个月的大幅的衰退 对 那大幅的衰退 这个决定的关键因素了 除了外在的这个整体的经济情势以外 就是那一颗苹果 就是这颗苹果 可是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这回主要调都是红色供应链 对 这个你看它什么面板 还有这个半导体 还会影响我们吗 所以今天这个大盘 为什么涨20几点 最主要都是还是在部分的瓶盖骨 还有一些传产 对 来支撑 不过这张表很有意思 这是2013年大陆重要出口的产品 它从国外进口什么产品 对 其实最多的 我们都以为原油 这是2196亿的人民币 对 那这个金额 乘以5就上兆 对 一年买了这个石油 买了这个超过一兆 对 我们以为原油最多 不是 其实最多的是这个 IC晶片 IC晶片 2313亿人民币 那这个是铁矿砂 对 大概有1000亿左右 这个就是面板 面板是496亿的人民币的 所以大陆也说这么重要的东西 跟战略物资一样重要 买那么多不行 那这个石油跟铁矿砂 跟台湾没有关 台湾又不会卖给他们 我们没有生产 但这两个部分 它进口的半导体晶片 跟这个面板 就是台湾的主要的出口产品 对 所以我们这回的出口数字 这么衰退 所以我这张图 这个自己讲 对 我这张图给各位看了以后 大家就很清楚 红色供应链起来以后 打到什么 半导体 所以你看那个联华科 我们可以看那个简单的 那个K线 联华科 二四五四的联华科 我们拉长时间 去年大陆六千亿台币的 国家级半导体 才成立 去年大概九月十月左右成立 对 这时候都还有五百块 现在没有了 现在这个价钱 几乎夭转 成立一年而已 对 那我们也认为联华科 今年的EPS会从去年的十八块 降到 去年的三十块 降到十八块 几乎夭转 因为上半年它只赚了八点六元 对 所以今年一般市场就是估十八块 了不起就顶多二十块 但去年是三十块 对 我们就呈现了这个红色工业的一个影响 再过来 最近大家买这个面板双斧 或者手上有面板双斧 尤达的人都很心酸 那这个你可以看 哇 群创叠到这个面额 尤达 你看尤达 现在连面额都破 对 今天的盘 那个尤达都还不太明显地涨 对 大家都在谈 怎么没有谈到它 对 我们来看刚才 我们拿这个准备的这张表 你看 这里 我们看到了 大陆的最大的面板场是京东荒 对 它有北京的 这里总共加起来有八座 有八座的这个八点五代线 那这个三星跟LGD 是两家的这个外商 都是韩国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 韩国的八代线 都已经到大陆去生产 到大陆 那我们现在没有去 对 我们群创跟尤达都是在台湾 对 都在台湾 所以你看包括京东 华新光 还有这个中电熊猫 他们都在这边布局了 一共有六座 那加上外商的两座 一共有八座 所以整个中国的这个 八点五代产的产能 大要进 到了2017年的时候 占全球的营收会是8% 哇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出口数字 为什么会衰退 很重要的原因 对 为什么 它已经有生产这么多的面板 那不用跟我们买那么多了 还要跟你进口那么多吗 就不需要 不需要嘛 对 那我们的出口数字 现在只能看苹果 对不对 对 所以扫掉了半导体 扫掉了这个面板 那更不用讲 手机像宏达电 也都少了很多 对 所以我们在电子股 我经过这样抽失剥茧的逻辑 讲了以后 观众就很清楚 未来大盘的反弹 电子还是要 当然有一部分是叠升反弹 但是真正的主流 还是靠这个苹果 可是我们看这张图 就是苹果到底是会红 还是苹果可能会掉下来 我们来看到像大摩跟这个美龄 这个一个是把它调降苹果的目标价 一个是认为它很美败 要强力买进 蔡总的说法 我觉得苹果应该大家都看好了 所以看坏的人美龄 基本上我们觉得他的意见 我们就特别的去了解一下 他是所有大型的这个机构里面 第一家开低枪 把这个Apple的目标价给调降 对 那他有两个理由 我想观众也不妨参考 也许唱衰的人 有时候给他碰到了 说明是对的不一定 第一个原因 他认为是中国的这个股灾 使得中国的这个民众 未来再去买高价手机的苹果 因为毕竟苹果卖得比 他们当地的小米机还贵很多 所以你景气很好的时候 股票在涨的时候 大家在买iPhone 但现在股票被套牢的时候 他不见得去买 这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 他认为9月9号会出来的i6s 那可能跟之前的i6 这个规格还有硬体各方面 差异性不大 他觉得吸引力不大 差异性不大的话 因为去年的欧美的电信商 这个i6出来以后 都是这个绑约 绑约通常都绑两年 对 现在时间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两年 所以除非你的规格 给我感觉 然后我看到i6s发表的时候 我会这么好 那这样我就 哇 赶快换心机这样 就赶快去换 你没有让哇 一声 那到时候就不见得有这个需求 所以这个不得不还注意 那这里我会教大家一个 现在是8月中旬 那假设真的是9月9号 大概凭概股会涨就从 现在这个时间到9月9号 那9月9号 发表之前 对 9月9号 因为9月9号万一给美林讲中了 规格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的时候 就看了之后不是哇 看了之后是哦 这样就不行 那这样的话 这可能利多出镜 股票就会下跌 是 所以苹果是现在到9月9号 就有将近一个月 那这个个股的部分 我们就要请蔡总来帮我们看了 这个瓶概股 就是靠他们了 对 现在老实讲 从今天很多个股的营收来讲 它已经开始针对一些部分的厂商 开始拉货 那大力光已经讲过了 7月份的营收 这个年增率有将近五成 对 那今天这个肌壳的红准有45% 对 可曾也发布过是34% 是 红海比较特别 它今天的这个营收的话 是这个3100多亿 同企的历史新高 那核硕 这个也有一些增长 那核硕上半年还赚得超过4块 今天股价大涨 所以从营收面的角度来看 应该苹果已经开始有这个拉货的情况了 是 那如果给蔡总挑的话 首选会是谁 这里面最难做的 就是说比较这个 我觉得可曾 可曾 对 真的 可曾 那大力光我比较有一个疑问就是说 倒不是它股价很高 我觉得万一它出来的镜头 并没有升级 现在都800化数 对 没有再进一步升级到1000 或者更高的化数 或者传言中的双镜头 假如没有这样的话 那它的利多就会出尽 但是可曾的话 因为做金属一体成型的这个外壳机壳 金属机壳 那这个技术听说 它还是领先其他的同业有两三年 所以这个就比较不担心 别的这个厂商来抢它的订单 好 非常谢谢蔡总 帮我们来好好的看到了下半年 大家的出口成长就要看苹果了 好 那么继续我们就要带您来看看 今天的大盘 你说只涨24点 那但是你如果手中股票的这个 大家的投资朋友也会说 哎呦 我今天手票 这个手中股票全部都在涨 感觉反弹得很厉害 感觉好像涨两三百点吧 结果怎么才涨24点 主要的原因我们在这里 我们带大家来看 今天左右大盘的一些全值股 哇 这是两样情 联发科今天小涨 所以它贡献大盘指数有5点 统一 传产来了 富邦金你看贡献4点 如虹这高价的纺织 和硕贡献了2.9点 那你说到底我们蒸发的这个指数去哪 台积电 好 台积电今天它跌了 那么跌了就贡献大盘指数 跌掉35点 应该全部今天都是看台积电 好 那么到底台积电 今天出了什么样的状况呢 很主要一个原因 盘中出了一个消息 大家流传来流传去 跟上次的大力光一样 就说这个台积电掉单 又怎样又怎样 所以呢 今天的台积电 是不是被这个负面消息给影响呢 我们来看这段VCR 明明才对外释出疑虑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对于掉单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但10号早盘法人圈盛传A9订单 遭到苹果抽单 台积电早盘跳空开低 不止失手130元关卡 大跌超过半更停板 iPhone 6s都还没正式进入到量产 所以订单的部分 不可能说会突然就大幅度的减少 因为这个所谓的出货时间点来看的话 似乎现在还是有点早了点 苹果新机还没出 市场消息就会声会影 逼得台积电也罕见在盘中发声明表示 16奈米如预期中量产顺利 股价才开始回稳 但是细看融卷近期大举增加 加上捍卫科股价甚至飙上涨停 恐怕是有心人刻意放消息 当然不排除说市场上有人刻意打压 例如说之前台积电融卷空单 最多曾经达到4000多张的一个水准 是不是有空头在打压 甚至会不会是所谓的多头 想要压低来做进货 这都是在投资观察的时候 要特别审慎注意的地方 就在股市收盘一分钟后 台积电随即公布7月财报 受惠于客户需求回温 合并营收为809.53亿元 月成长35% 创下单月历史次高成绩 用数字证明台积电 基本面透明且正向 很难不令人联想 遭到突婴袭击放空股价 三选徐兄李轩台北冲到 好 我们要赶快请永明哥来帮我们看 是不是又突婴啊 上一次那个大立光 搞了老半天 好像就是突婴再放消息 结果这回怎么放到台积电 盘中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个消息 说A9掉单 然后又什么三星强 单什么又什么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台积电 股价就 下去 我今天早上看盘 我想说 我们看错 台阶电券一下跌掉5%多 我觉得空穴不来风 因为这个时间点上面 连我都接到LINE的讯息 我听到的 其实不光只有A9吊单 其实还有被MSCI降频 那你要知道被降频的话 就会影响到 不得了 指数蛮多的 那我想为什么 最近会出现 类似这样的状况 其实不光只有台湾 我觉得中国大陆 最近在北戴河会议之前也是 那我们这一次的状况很特殊 你去看 先从汉维科的暴跌 然后之后就开始出现了大立光 然后最后的话 是所谓的台积电 那我想现在的做法 一来是借券放空 二来的话是实际的龙券操作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手法 叫做认受权证 如果说大家最近 这一个礼拜有去看 有一些个股的认受权证 有爆量的话 其实我相信这是一个 比较集体性的行为 所以这里面当然有很多 不管是政治的味道 或者是操作的一个手法 我们先不猜 但是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 比较刻意性的一个动作 对 那我有曾经去对照上一次的大立光 在8月6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出来的消息 对 然后当天呢 其实外资没有卖什么大立光 但是他的期货放空了3000口 今天台积电出来的话 外资是卖了7000多张的台积电 对 这算多吗 其实真的是不多 真的是不多 因为他7月16号 7月15号那天 他开法说会的那一天 外资是卖了8000多张 结果隔一天出现利空的时候 回补了2万2 那今天台积电这样卖真的不多 但是今天期货也放空的不多 今天期货只放空了1200多 那到底这消息哪里来 而且我们看到盘中 这很特别 因为通常你要什么讯息都会盘后 对不对 这么大的公司 不太可能盘中发表讯息 对他的盘中就来 你看我们看那个时间 还特别帮他圈起来 因为他上次有一次经验 如果说大家还有印象 在一年多前 说张董事长的身体健康的状况 有 那一次他没有主动的在开盘的时候 或者是在盘中的时候 对 去追查 对 他是事隔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那他现在的话 当然基于这样的经验 所以发言体系 其实在今天12点40分42秒的时候 对还盘中哦 马上就出消息 马上就出现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下午开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业绩的说明会 对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OK 这个是临时性的 而且对我们看到这个之外 来有明哥你看 今天只有台积电在跌 对 你说如果是真的半导体 整个产业出问题的话 他应该上下游都跌 结果你看今天只有他自己跌 对 他自己跌了这个3%嘛 然后呢你看精彩啊 人家涨啊 联发科也涨啊 细品他的封装测试也涨啊 世界先进 你看他只关系都涨 对这个不会是产业性的问题 这如果是产业性的问题 是联导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这四档股票跌的 每一档都比台积电多 所以他们是先跌 升了先反台 那第三 那当然因为今天 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外资圈其实也是会声会 我们不管说 今天图音集团是 来自于特定的法人 特定的中石户 还是特定的什么 其他的单位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说 如果说与台积电 这波跌的相对是少 跟看我一颗比 跟世界先进来相比的话 各位可以去看 台积电其实这一两个月的 时间下来的话 这样的走势其实基本上偏弱 但是如果说你基本上 持有它的话 你还不至于有什么 断头的风险 对不对 那我们再回过头去看 刚刚那个产业链 那产业链的一个状况 7月营收年增率是24% 然后YOY是 这个MON是变动了 大概是35% 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说如果市场上 传的A9的这个订单 是掉的话 对我们来看 帮大家准备了一张 其实基本上 不会在这个月 就是不会在7月份 因为7月已经是正式全部的 这个瓶盖股的工业都在拉货 是 所以这个东西是 这个东西是不正致命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今天还有外传一个消息 就是说它连A10的 这个订单都没有办法读大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看到这一则 809.5亿元 其实你单看这个 也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我告诉你相对的一个位阶 它非常厉害 你看它是月增35% 年增24% 然后是历史次高 你看我们制作人很可爱 他说很重要 所以要讲三次 对我这么讲 次高次高这样子 因为六月的基期太低 所以你说这个数字的话 像这个MON变动35% 这个还好 因为之前 它在7月16号的法说 它有在提说 它整个第三季 大概它的这个QQ的部分 才成长2.2% 所以原则上的话 你去算 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幅度 应该是有机会 至少时评或超过 对 所以这个是有比市场上预期好 那公司的讲法是这样 7月16号它投了一个震撼弹 所以那天股价是大跌 那大跌它告诉你一件什么事 就是说我第一季的库存 我第二季只消化一半 然后我第三季再继续消化 然后第四季就消化完 其它再告诉你一件事 就是iPhone 6S一定卖不好 所以它一定是把前面的库存再消 然后它现在也不敢overbooking 所以它也不敢说 明显的去投很大的一个单量 所以慢慢慢慢的消化 然后消化到明年 然后是不是看状况会变好 那以合理来讲 我刚刚听到了这个蔡董的讲法 我是真的很支持 为什么iPhone 6会好 那是因为很多人 他很久不换机 那现在因为你要知道 就是又有影音又有网路 所以你好不容易出大萤幕了 我去买对不对 那现在就慢慢在消化这些 还没有买的人 那你说你要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再来一个iPhone 6S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以台积电的状况来讲 短线中线是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它有跌过 然后这种营收数字 可以让它先涨一步 我们来看记录线图 我觉得它是有机会涨 涨到哪里呢 涨到这个地方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就是季线的位置 那谈到季线之后的话 大概相当于 台湾股市要进入到8800 8800到9000之间 要看其他股票的一个表现 还要配合联发科等等 台积电如果谈到季线 相当于大盘8800到9000的时候 那个地方一定是重压力 那个时候你就开始 要准备看8月营收 所以当然以后的时间 我们一个礼拜 都会跟大家见面 我们再慢慢追踪 那基本上这个台积电是谈 是觉得不会有问题的 而且你看今天收了一个下影线 对啊 因为今天私人独憔悴 只有他这个地方特别弱 那其他都没事 那联发科也大涨 我们再来看 刚刚那张表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把联发科跟世界先进来看 是 因为台积电代表的是 晶元代工这一块 跟苹果比较相关 那联发科跟世界先进 在代表什么 这个在代表工业电脑 这个代表中国手机 我们先来看联发科的一个线图 是 联发科的一个线图 其实很简单 这一波完全在反映红色供应链 对 就是我们跟蔡董在提的 是 那联发科的线型 我之前上个礼拜我也讲过 它如果有曾经出现跳空 有曾经突现跳空 这个地方没亮 因为如果以成交量的角度来 没亮都不要理它 但是它这个地方开始出大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没亮 不要理它 什么地方开始出大量 对过来这里 联发科的走势 就是出大量必反弹 出大量必反弹 但是弹到哪里 弹到缺口 这跟宏达电一模一样 弹到缺口之后 基本面不好再下来一次 我们来看世界先进 世界先进 有一部分是属于联发科的上游 那另外一部分 在反映的就是工业电脑 互联网这一块 那你看它现在的一个线型 这一个月里面 大概就是维持这样横向的走势 可是重点来了 重点都没亮 那这一笔量的话 其实这个应该是 很大巨额的盘后交易 所以以现在这样的一个线型 我的看法是 也是反弹 这一类的大型股都先抓季线 好 那这一次的图影 大家要特别记得 都是专门抓全职股 对 所以它一定是有在影响 一个是期货 一个就是指数给别人的观感 那至于这个是叫外资 还是叫什么 我们就不用猜 但是我想这一点 大家可以从各股的放空 借券或者是认受权证 慢慢抓注尸马迹 是 好 非常谢谢永明哥 帮我们来讲到 今天的台积电 到底是不是被突鹰袭击 其实我们从它的股价上 还有一些周边的消息 应该大家心里有底 好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来 我们要好好带大家来看 陆股的表现 这个陆股呢 是不是已经落底了 你知道大陆有一个很神秘的 叫北戴河会议 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又在哪里呢 我们休息一下